8月25日,塔利班发言人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除了保证阿富汗人将在塔利班的治理下走向和平 并且保证了曾经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安全之外 还提出塔利班将禁止公共场合播放音乐 他说,音乐在伊斯兰教中是被禁止的 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服人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压力 伊斯兰教育是怎么说的? 伊斯兰教的内容真的像塔利班说的那样吗? 禁止音乐,禁止饮酒,禁止女性接受教育 甚至是禁止女性单独出门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且最容易产生恐怖分子的全球性宗教,伊斯兰教 公元二世纪,汉王朝覆灭 同时罗马帝国也走向了灭亡 欧洲从此进入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 而中国则进入了长达四世纪的分裂和战乱 东西方文明纷纷陷入了低谷 在世界版图上 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文明冤冤生起 穆罕默德本是一个穷人 穆罕默德还在娘胎里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在外地经商中病逝 两父子未曾蒙面,几人鬼殊徒 四岁的时候,母亲也病逝了 还没明白人事的他就成了孤儿 后来抚养穆罕默德的爷爷也去世了 好在他的大伯是哈希姆家族的组长 他能够在大伯家长大 并且成为了大伯经商的好帮手 他游走于欧亚之间 了解基督教和犹太教 知道他们之间的冲突 这给他以后创立的伊斯兰教 很好的经验教训 25岁时,他遇见了他的第一个贵人 女富商赫辛彻 她是一个寡妇,并且有儿子 女寡妇早就听说穆罕默德的经商能力 决定让他带货去西利亚经商 结果为赫辛彻带回大额利润 他决定好好报答穆罕默德 如何报答他呢 当然是选择嫁给他 于是,穆罕默德嫁给了比自己大15岁 并且有儿子的赫辛彻 公元610年,在获得了妻子的经济援助 独立经商四年之后 穆罕默德结合犹太教和基督教 决定创建一种新的宗教 他经常跑到希拉山思考这个宗教的定义和教义 世界上的宗教 多是由多神教演化为一神教 一神教适合搞集权 能够使不同部落和民族 在共同的信仰下相互合作 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在当时多神教横行 一个部落一个神的阿拉伯世界 一神教的推广 有利于建立大一统的帝国 穆罕默德在希拉山反复思考 决定把基督教的经典 旧约、新约等 就改为古兰经教条 这是为什么古兰就会出现犹太经典 以及文体与病的问题 伊斯兰诞生开始 就是实行君教证合一 因为他诞生的目的 就是统一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教与其说是宗教 倒不如说是国家制度 伊斯兰就号召民众追随穆罕默德 信仰真主 讨伐不信教的人 也就是讨伐其他阿拉伯地区 实现伊斯兰理想国 在中国 也有一个农民运动 借鉴的 就是穆罕默德这种做法 并且差一点就成功实现其目的 这个农民运动 就是秦罕默德太平天国运动 和他的败上帝会 古兰经是穆罕默德本人 造出来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法典 在610年 穆罕默德得到所谓的天启 并且招收到第一批私人军队之后 陆陆续续发布了其他古兰经的内容 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 限制穆罕默德不断受到启示 实际推理来看 随着军队不断壮大 地盘不断扩大 帝国内部各种文化 民众成分更加复杂 为了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稳固国家制度 穆罕默德不断调整和增加古兰经的内容 国家意识形态 以古兰经的形式流传 代替了法律 以管理整个国家 并且效果拔群 在欧洲的黑暗时代 伊斯兰保留了西方文明的火种 早在哥白尼之前 好几位穆斯林天文学家提出了日新说 并且在11世纪 穆斯林地理学家 也已经认识到了地球其实是源的 并且直到15世纪 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依然掌握在穆斯林手里 除此之外 巴格达智慧之家 伊斯兰文明鼎盛时代科学的几大成者 花拉子蜜 现代化学源头之一的炼金术 以及蒸馏 升华 过滤和结晶 等许多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 都在伊斯兰世界诞生 如此美好的伊斯兰文明 是如何堕落成为恐怖分子闻床的呢 这个问题 伊斯兰教创始人 先知穆罕默德要负主要责任 穆罕默德在创建伊斯兰教之前 已经深度调研了伊斯兰教的问题 他很清楚地看到 一神教非常容易分裂 比如同根同源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两者居然会水火不容 基督教到最后 居然也能分裂成东正教 天主教和新教 当然七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还没有分裂这么散 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具有后发优势 他看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 难免存在着逻辑不通 前后矛盾 思惑和漏洞随处可见 因为这些经典 不是出自于一个人之手 而是很多像他一样的先知 共同创作 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篡改 自己苦心足欲的帝国被分裂 他给古兰金加了一个防修改buff 穆罕默德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 镇主安拉派来的先知 并且以后会再有新的先知出现 自己作为最后的先知 目的是为了纠正之前 也就是基督教 与他教先知们的启示 他们的启示 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受限于特定民族 道德标准 进入贸易和民事 他们的启示和教导已经过时 并且现在流传的先知教导 已经被大量篡改 消失殆尽 已经不具有可信度 这种明目张胆贬低同行的行为 不可说不高明 可以说杜绝了 伊斯兰教转基督教的可能 直到现在 伊斯兰教转基督的人数 远远低于基督教 转伊斯兰的人数 前者 不及后者的四分之一 同时他还说 自己死后 将会有30个自称先知的骗子 企图修改古兰经 这种先下手为强的做法 有效阻绝了古兰经的优化和修改 以至于之后有人想要修改古兰经 都会被当成穆罕默德预言中的骗子 穆罕默德真的是一个不是出的天才 这么看来 古兰经是非常不灵活 甚至是死板的著作 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永恒不变的经典 反而给了人更多的解释权 随着世界发展 新事物 新的社会关系产生 教徒们发现在古兰经中 经常找不到答案 公元90纪就发生了这个问题 阿拉伯帝国的世俗统治阶级 也就是哈里发们 与宗教保守派发生了激烈讨论 最后他们达成一致 信徒在前时间遇到任何问题 醒先到永恒不变的古兰经里 去找答案 古兰经没直接说的地方 就要靠人的解释 留下的空白 有人来填补 这就给了阴谋家很大的操作空间 随着时间推移 古兰经的内容 越不具有实用性 其中没有规定的内容 均由阿兰 也就是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来解释 阿兰对古兰经具有解释权 且每个阿兰的解释权 都独具特色 家带私货 穆罕默德为了防止被篡改 和家带私货 搞出来的先知封印 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教育曲解 令人唏嘘 这里面最著名的当初恐怖主义来源 18世纪诞生的瓦哈比主义 瓦哈比主义创神瓦哈勃提出 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 强调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纯洁性和严格性 瓦哈勃思想的颠覆性 天在定判和圣战等观点上 主张对于那些听闻正道召唤 却不肯顺从的人 都可发动圣战 这为侵略他国 铲除异教徒 提供了理论基础 瓦哈比主义得到了沙特往事的注意 二人迅速达成协议 并结成政教联盟 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教派提供保护和知识 支持瓦哈比教派宣教和传播 瓦哈比教派从伊斯兰法学理论上 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扩张和圣战 提供合法依据 瓦哈比主义是有着严格等级意识形态的金字塔 在金字塔的顶端 是所谓的最纯净的伊斯兰国家 也就是不讲人道的宗教国家 我们熟知的基地 IS 塔利班 他们的指导思想以及资金来源 大抵如此 沙特建国后 瓦哈比派被定为国教 其思想又传播到埃及等地 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 为了反抗苏联的入侵 在美国和中东的复制下 很多瓦哈比人就让阿富汗进行胜战 其理论得到实践 人员得到训练 本拉登 奥马尔等人 都是在阿富汗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瓦哈比信徒 战争结束后 这些胜战者回国 并在各国宣传 实行其思想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 基地组织与911袭击 以及后来的ISIS 都是其思潮的产物 这个世界上 有2.3亿的阿拉伯人口 面临诸多问题 世俗化经常被打断 外国势力强势干涉 农村地区 神职人员势力庞大 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本身的缺陷 这都成为了极端思想传播和发展的温床 伊斯兰教未来路在何方 将来又该如何发展 我们大可静观其变